来 这是我们和Maven之间的一个约定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我们为了操作方便呢 我们就在咱们现在这个工作空间下来建这个目录 这个我们建的第一个工程的名字叫Hello 然后在这儿呢 这个目录结构叫SRC 他说了在这儿呢得有一个POM文件 这个实际上是POM.X毛 这是一个X毛配置文件 这里边吧需要有这样的内容 这个内容我们这儿已经准备好有的现成了 这个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 一会儿我们再具体再说 就是它根本就是project它 这是一个固定的 你甭管它了 从Maven二开始就固定就是这个了 就这个POM文件的这个结构 这个模型的版本 这个不要去改 也不要去动 这一部分呢 一会儿我们会去说 这个叫坐标 当前唯一的标识当前的Maven工程 这个不重要 这是当前工程的一个名字 这个呢是它所依赖的这个其他的甲包 现在呢这个意思就是它依赖于这个质油腻的 一会儿我们这里边会用到这个质油腻的啊 先大概的了解一下 那我们接着往下边去键 SRC然后是Main Taste 在Eglips里边是我们第三个Maven工程啊 就进入Eglips 我们现在先强化一下这个目录结构啊 当然了这个全手动自己去建的话 这怎么能怎么能叫自动化呢 是吧 所以说这个我们只是刚开始啊 不要着急 进动房也得先300天地是吧 SRC Main Main下边呢 我们有这个Java Resources 然后呢 它这还得有Taste Taste的下边也是这个Java和Resources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边哈 我们就可以去写我们这个 嗯具体的代码了 Java代码 那么我们要写Java代码呢 我们想要去建一个类 这个叫hello这样一个类 这个类呢 是在package里边的啊 这个package呢 是com.at.gmail.me 那么我们说package结构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目录的结构啊 所以说我们还得去建这个com.at.gmail.me com.at.gmail.me 没问 然后呢 我们再去建这个渣化文件 这个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写这个啊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拿过来 这个类它干嘛呢 就是说哎 生命这么一个类啊 有一个方法叫say hello 然后里边你传一个字幕串进来啊 就作为一个人的名字 跟这个人打一个招呼啊 很简单的一个程序 这是我们的主程序啊 你看他在这个ment下边 这是主程序 我们下边呢 还得去写这个测试的程序 这个测试的程序呢 叫做这个也是哈 这个包结构也是com.at.gmail.me 我们现在把这个包结构建出来 然后呢 也是建这么一个文件 我们把这个现成的代码拿过来 他怎么做这个测试呢 他在这用的其实也是geuniton 那我们说geunit已经是单元测试领域 事实上的标准了 事实上的标准 然后呢 当然这有这么个语法 import这还用了一个static 这个叫静态导入 是吧 这个它起什么作用呢 做了静态导入以后 这个类里边的这个静态的资源 就可以直接用了 是吧 你像这个呢 其实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类里边的一个静态方法 它怎么测试的呢 它去new了一个hello 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主程序的那个hello的那个对象 调这个对象的say hello这个方法 里边传了一个人的名字叫李廷伟 我也不知道这个李廷伟是谁 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然后呢 他这个方法呢 会返回这个字符串 就是返回我们这 这个pin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呢 这个方法 可能我们比较陌生 这个assert 是这个单词呢 的意思是断言 断言 你看到一个人走过来 我断言你是一个男人 我断言你是一个女人 就是这个下一个断言 那么你下这个断言呢 有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对 是吧 其实也不一定对 这个 这个 那么我们这测试的时候 这个断言起什么作用呢 你看哈 他是这么工作的 你这设定一个字符串 我就断言你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就是跟我这个字符串呢 怎么着呀 Ecos一样 那么你要真的是一样呢 就通过就没问题 测试就成功了 你要是不一样呢 我这个方法 他会抛一场 你这个测试呢 这次测试就表示 这次测试是失败了 所以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呢 来辅助我们去做测试的啊 所以这个断言 就是去做测试的啊 这个平时咱们也不怎么写这个 我们就看到的话 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就好了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程序哈 就都准备好了 这个第一个命名工程 我们已经这个 从目录结构到文件 都已经准备好了 下边呢 我们想基于这个命名工程 去运行一些这个命名命